好,那么这一课呢,我们就讲这个积分在长方形上的计算 就叫Fubini's theorem 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在意味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怎么计算这个积分的值呢 那么我们有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对吧 那么它的statement就是说 相信大家应该都能赖数一心了 就是当然如果是连续的话呢 那么我们定义还是为这个,那它的导数就等于Fx 第二条呢,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它是连续的话呢 并且它有反导数 那么它的积分值就是等于这个 好,那么这就是微积分基本定理了嘛 那它的证明呢,我就不列出来了 因为它在我意味分析的那堂课里面 应该是有讲到它的证明方法 其实就是用中值定理,微分的中值定理 那么有一些笔记啊,我们要提一下 就是它第二强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计算它这个定积分值呢 通过寻找它的反导数 就可以计算它的积分值 那么第一强的就是说 在理论上呢,这样子的函数它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呢 在这个高数或者数学分析呢 这个定积分呢 我们都是练习像什么幻元积分呀 我们都是练习怎么找它的反导数 好,那么一维的情况我们就总结完毕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是多元微积分对吧 我们就要讨论N维的情况下 那么呢 我们最通常的情况就是说 我们把它变成 我们把多维的情况 转换成很多个一维的情况 一序列一维的情况 好,因为我们从一维脱宽到多维呢 也是很多个一维就是个多维 对吧 那我们多维呢 我们再回到很多个一维 然后呢 这个这样子的方法 其实就是我们如何计算这个 这个double integral 就是如果它是一个真正异常的长方形 真正异常的长方形的话 我们就比如说 fxy是定义在这个长方形上 x是定义在ab上 y是定义在cd上 然后呢 我们可以说 我们先对y进行积分 把x看成一个常数 然后呢 再对x 在对这个积分完之后的函数呢 对x进行积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通常会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就是它的这个长方形的积分呢 其实是等于 这个积分 然后这个函数呢 它是个x的函数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对x进行积分 然后呢 或者是你 你先对x再对y 其实都ok 那 它们呢 they take it to be obvious 就是 它的通常都是说 诶 这是直觉 这是显然的 这一看就能得出来的 但是呢 我们要证明 我们还是要证明它 同时我们不仅要证明二维的情况 我们直接证明 多维的情况 那么 这个公式呢 其实就是 负比尼Sterum 负比尼定理 那它就是在这里 定理就是说 如果Q是A乘B的话 A是一个RK的长方形 而B是呢 是RN的一个长方形 F呢 它是一个邮件函数 然后呢 我们叫F写成这样的形式 就是X呢 它是这个A里 然后Y呢 是这个B里的 那么 对于X呢 我们考虑一个函数 就是 这个函 就是这两个函数 那么 我们考虑这两个函数呢 如果F它在Q上是可击的 那么 这两个函数呢 它在A上是可击的 我们定义X属于A嘛 同时我们有这个公式 我们有这个公式 QF呢 对于XA的几分 就这个函数 在A的几分 也等于这个函数 在 对吧 它就是上几分 LoreIntegral和UperIntegral 那这就是FubiniSterum 好 但是12.2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证明呢 它证明方法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一下 它其实不难 我们 对吧 我们现在还是定义这个 I下面一横 就是它的LoreIntegral Y在B 上面加一横呢 就是它的UperIntegral 对于所有的X属于A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考虑 因为我们是两个长方形 那我们把一个长方形 你看 我们把一个Q的分割呢 分成两个子分割 一个是A的分割 一个是B的分割 那么P呢 就是A和B的分割合起来 就是对整个Q的一个大分割 对吧 好 那么 那 RA呢 它是A的分割结的子长方形 它是B的子长方形 那它们的D卡尔基呢 其实就代表了一个P里的子长方形 它们D卡尔基 好 那我们现在所有做的 其实就是说 我们看它的Lore和UpperSum F的LoreUpperSum和I下面一撇 和I上面一撇 它们的Lore和UpperSum有什么区别 对吧 就是看Compare它们 那么如果我们 if we can show 这两条 第一个 就是它满足这一个 第二个呢 是它满足这一个 那么 如果这两个都满足了呢 那我们这有什么 我们看 这个是E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小于这个 是因为LoreUpperSum肯定小于UpperSum 这个小于等于这个呢 是因为这个I下面一撇 它肯定小于I上面一撇 对吧 这个是 因为我们定义就是这么定义的嘛 它是X 它是它的底部积分Fx 它呢是它们上面这个顶部的这个积分 对吧 OK 那么 这个都没问题 那这边呢 也是同理啊 同时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第二部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一连串不等式呢 我们直接用离慢条件 对吧 如果F可击 这两个Epsilon禁 那这两个都是Epsilon禁 这两个都是Epsilon禁 这两个都都 这些都Epsilon禁 就是它们EpsilonClose T-shirt 那就完事了 所以说我们的问题 还就是回到如何证明这两条 我们就用下确界的性质就行了 好 那我们先来正式证明一下 看一下哈 我把这个 这个 就是一些定义 把它丢进来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什么操作呢 我们先考虑一个 我们考虑一个 这样一个紫长方形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任意的 X-link属于RA 我们要什么呀 这个 NRA乘RB 它呢 看见是小一点 F X-link Y的 对吧 对任意的X-link 我们都有这个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fix X-link 把Y当成一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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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什么 那我们得到了 它是不是小一点 NRA买M NRA买M RB F X-link Y 对吧 OK 我们有这个之后呢 我们 我们 我们两边缠上 对吧 它的体积 然后呢 sum over RB 我们他们 所有的和 加起来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什么 所有RB的和 对吧 对吧 它 是小于等于 所有 我看一下 所有MRB的和 它是RB 其实就是等于什么呀 LOWER SOME 对吧 其实就是LOWER SOME LOWER SOME 什么含数LOWER SOME F X-link Y PB 对吧 对吧 那它呢 根据我们的定义 它是小于等于什么的呀 它是小于等于 I 下面一个横 这个X-link 对吧 这是根据我们的定义嘛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不等式 然后呢 因为 因为 X-link又是任意的 对吧 X-link又是任意的呢 我们就有什么呀 我们就说 我们这一坨东西呢 X-link它也是任意的 所以说我们有这套东西呢 它是小于等于 M-R-A-I 下面一匹 然后呢我们再同样的3 M-R-A-I 对吧 乘上VRB 其实等于一个VR 对吧 OK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我看一看 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到了这个MIVR 它这个 它这个就变成了 L I 下面P PA 对吧 这个 就是变成你看你对所有RB R A 这么一合起来 它就其实就是什么 F P D 这个PARTITION 对吧 OK 那么 1 我们是证完了 2 你是同理 就 几乎一模一样 你只不过是把 这个小M 换成大M 这个呢换成大于等于 你就能证明另一边了 好 那这两条证完了 我们就有了 这个不得试 对吧 其实我们有了这个不得试 好 现在呢 因为这个呢它是存在的 对吧 OK 它既然存在 好 现在呢 因为这个呢它是存在的 对吧 OK 存在一个P呢 我们把它在P呢 再分成这个P和PB 存在一个P 对吧 是的 是的 什么呀 是的 这个 U FP -L FP 它是 小EPSL OK 那既然 头尾 小EPSL 我们得到什么呀 我们得到 U的I PA -LIP PA 也小EPSL 同时呢 U的I上面的PA -LIP 上面的PA 也小EPSL 对吧 这就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 A X 属于A I P X 存在 同时呢 X属于A I下面P X 也存在 对吧 OK 既然 OK 我们知道它们存在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个 I 下面一横 这个QF呢 Lies Between 它们呢 肯定也是头尾中间的嘛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 我们看它 我们看它 它呢 上面一横 它 是 介于它们俩之间的 对吧 那么 介于它们俩之间 肯定就介于它们俩之间 另一边也是 介于它们俩之间 那就介于它们俩之间 对吧 也就是说 对于任意的EPSLON呢 我们都可以找到什么呀 我们都可以找到 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可以都使 我们对 也就是对于任意的EPSLON I A I G 下面一横 它们的距离是小于EPSLON 这两个 这两个 同时又有这两个 也就是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就能得到 它们全都想的 好 那么这个伏必定 就证明完毕 好 那证明完毕之后 我们就有几个推论 对我们只是说 我们还是局限于这个 上下积分 我们怎么具体也是去计算呢 对吧 当然了 我们计算呢 我们是 先对Y 然后呢 再对X 其实 there's nothing special 对吧 其实我们先对X 然后再对Y 也OK 也就是一模一样的 证明 对吧 我们再重新的 把这一模一样的证明 再套一遍 我们就可以说 先对X 然后再对Y 其实都一样的 它们都等于QF 对吧 这个对Q进行积分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有两个推论 我们就正式 讲完这一节课 好 那么 我们Q 等于这个A乘B 对吧 那么AN 它是RK的长方形 B是RN的长方形 那么 我们当注意到 如果 就是说 如果 这个 A A 上面一杠 A上面一杠 对 A下面一杠 对对对 就是如果 如果 A上面一杠 等于A下面一杠 我们看A上面一杠 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 哎 我天 怎么忘记啊 这一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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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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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它 如果它们俩相等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定义一个IX 对吧 可以直接定义一个IX 对吧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 对吧 这就是推论 OK 那么 我们现在就把它分成很多个EV的情况呢 它每一个都是closed interval 对吧 那么它呢 你看 嗯 它就是个推论 就是如果都变成EV 你也可以break down 对吧 这个很快 用归纳法就行 呃 我觉得用归纳法 就归纳法也行 你直接证也行 归纳法怎么证呢 当然了 我们证明了Fubini's theorem 对吧 因为我们证明了Fubini's theorem 然后呢 我们让每一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 让它每一个都是一个B区间就行了 对吧 那么我们其实就已经证明了这个 也就是二维的我们证完了 嗯 那么 三维呢 三维呢 你就把它看成一个R 可以乘上一个R方 对吧 也就是说 再根据我们的Fubini's theorem呢 它有等于一个三维的和一个二维的 那这个二维的呢 又可以变成 又可以变成这一个 然后呢 它又变成一个三重积分 对吧 OK 那我们现在就归纳假设 如果它对 K的成立 那么 讨论K加1 K加1 就是它 乘上一个它的K加1为 对吧 那么 根据我们这个Fubini's theorem 对吧 K加1为 其实就等于 它和它 然后 它用的分成 是一个 整个总体下来 就是 讲的比较抽象 但其实很好证明 不然它怎么叫一个推论呢 对吧 明白我意思就行了 好 那么这个Fubini's theorem 正式证明完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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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